就是把那個情緒暢開了 然後就一直在 怎麼講 有時候那個感受就是 你一直在這麼多歌當中 一直祈福很多很大的那個 澎湃的情緒 其實硬要壓著又很辛苦 所以一路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我今天是好好的把全場唱完了 因為我今天已經安全的過了 分手快樂那一首歌了 我就以為我是安全的整個唱到結尾了 然後我就在 對 我就在那個 我覺得是李卓雄的歌詞吧 那個 那幾句話 就是又再次觸動到吧 感謝那是你牽過我的手 還能溫暖我胸口 然後這樣子就覺得 好像也可以唱給自己聽 沒有特定的人 是一種感受 哇 我真的好期待下一站 讓我們一起來集氣 看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下一站 我想大家都一樣 對啊 目前有規劃高雄場 好想喔 不如來規劃一下吧 我們來規劃一下吧 高雄人 高雄人 對 我從來沒去過 但是粉絲也有說 希望 希望可以去 希望可以去高雄 對不對 好像兒子昨天有到後台大 對 他在那個包廂那邊 跟他的同學 對 也到後台來 我們在這裡打氣啊 有啊 有啊 他就跟我說 媽媽 我的同學說 你有跟他揮手耶 就很高興 因為我不是會這樣嗎 他就包廂那裡 他就說 媽媽 我同學說你有跟他兩次 很開心 而且我的歌 他們也都會唱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來 因為他真的沒有跟我說 他要 他就是說 因為我來跟不來 都會影響你的心情嘛 所以你不用問我有沒有來 你也不用問我 就算有來是去哪一天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去 有有有 這個是一定要的啦 蛤 寫了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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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我手機給你啦 我開玩笑 開玩笑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而且他也知道我要休息 我就是 滿久沒見面了 其實他太多久沒見面 把愛心的出關 有一陣子沒見面 就練團這樣 所以我看一陣子 畫個愛心 愛心的傳達 對 愛心嗎 對啊 那每一天都會有的 愛心嗎 不是啦 不是戀愛都會嗎 我跟同事也會啊 對 愛心啊 是你們做的傳訊之外 有在訊息訊嗎 有啊 有啊 有老師每天嗎 好啊 不一定 不一定 有新朋友之後 然後呢 心情上面的表示 其實有變了 嗯 覺得有點忙 比較忙 就是說 時間的分配上 會比之前忙一些 但也是好的忙 是 對對對 你分了多少時間給他啊 就經紀人給我多少時間 我就分多少時間 謝謝 謝謝